大家好 我是慧慧 大米不要光蒸大米饭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好吃又简单的做法 一上桌孩子就抢着吃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首先准备一块钱的大米 倒入碗里 倒入适量的清水 用手给它淘洗两遍 把脏水倒掉 淘洗干净之后 再倒入适量的清水 给它浸泡十分钟 淘米的水里面呢 放入一把葡萄干 给它清洗干净 淘洗干净放入碗里 准备一把麦片倒入碗里 倒入适量的清水 给它清洗两遍 这个麦片呢 不是那种即时麦片 把这个脏水倒掉 再清洗一遍 这个大米现在已经泡得差不多了 给它控水捞出来 放入一个干净的纱布上面 用吹风机把大米表面的水分吹干 大约三分钟的时间 这个大米就已经吹干了 把吹干的大米倒入大碗里 把这个燕麦片也放在纱布上面 给它对折 把这个边给它折起来 这样再给它吹一下 然后再反过来 这样子呢 它这个燕麦它不会乱跑 看一下已经很干了 锅中倒入食用油 凉油下入大米 开中小火 慢慢的炸 大约给它炒至三分钟 这个大米微微发黄 像这个样子呢 我们把燕麦片放进来 继续给它炸上一分钟 时间到 用漏网给它捞出来 另起锅 放入20克的清水 80克的白糖 放入20克的麦芽糖 开小火不停的搅拌 使白糖和麦芽糖 快速的融化 最后熬至几大泡 再不停的搅拌 现在呢 我们再加上10克的蜂蜜 继续搅拌均匀 熬至颜色变深 把找好的大米和烟麦片倒进去 再放入葡萄干 蔓越莓 来一点黑白芝麻 关火快速的翻拌均匀 使大米和燕麦片都均匀的 裹上糖液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出锅了 准备一个托盘 里面放上一张油纸 把大米倒入里面 用刮刀给它按压紧实 上面再放上一张油纸 用一个擀面杖 给它擀一擀 这样更加的紧实 看一下 非常的平整 让它自然亮亮 看一下 现在已经定型了 糖液和蜂蜜已经起作用了 它完全定型了 用刀切成小块 方便食用 再给它对半切开 摆入盘里 大米这样子做 比米饭好吃十倍 口感香甜酥脆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拿它当小零食也是非常的不错 孩子非常的爱吃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做法的话 就赶紧试一下吧 喜欢惠惠的视频 记得点击关注转发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